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 真国家具的学问 我了解的只是一些皮毛 在唐老爷这样的大家面前 我不敢班门弄服 其实 关于明清家具的真正区别 我不是特别清楚 希望唐老爷不令赐家 清朝初期 家具的造型艺术 基本上延续着明世的风格 到了清朝中期 乾隆皇帝在位之时 以盛世天子自居 好大喜功 留心汗墨 罪易施情 又有足够的心情进行享乐 下面的人揣摩上意 就以奢华为美 此风气呢 传入了民间 因此 家具的风格也一度改变 成为了华丽的奢侈品 我认为啊 华而不识 我更喜欢 简约质朴 你说实不实啊 原来如此 小夏哥哥 你磨这么长时间了 要不歇息一下吧 我不累 我帮你送回去吧 我来吧 给我 我喝 唐老爷 今天能够聆听您的指教 逼人非常荣幸 景川先生 客气了 一点浅见谈不上指教 哼 对了 我对上海的金融 不是特别的熟悉 如果唐老爷肯辞教的话 逼人不胜荣幸 我呀 只懂木雕 不懂金融 这恐怕令你失望了 唐爷 您太谦虚了 在上海的商界 论资历和威望 几乎没有人能急得上您 您若说不懂金融 在上海滩 还有谁敢说自己懂的 现在不通以往了 如今这上海滩 已经不是过去的上海滩了 商界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商界 大所可惜啊 天色已经不早 这些事 我们回头再谈 好 请 请 小夏哥哥 小夏哥哥 小奶奶大小姐 小奶奶大小姐 不好了不好了 别管 别管 你们别管 别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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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夏 小夏哥 别管 都走开 小夏 小夏哥哥 小夏哥哥 都走开 走开 别 小夏 走开 别管 小夏哥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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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我说 他们当中 有一个社会 在你的经认知 我打听过 他的名字叫 小夏车 只要找到他 只要找到他 那其他人的名字 就会知道 姐 姐 小心 停 大佐 小夏 大祖阁下 这个人拿着菜刀奔向我们 以为我们控制 我们并没有伤害他 阿娃 不是这样的 小夏是被他们吓得当犯病了 六叔快来帮忙 老刘 来 来 菜刀给我 对对对 把头给我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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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愣着干什么 冯小夏回去休息 来 给他检查检查 走 回去 走 回去 走 我们回去 没事了 没事了 快走 走吧 不好意思啊 爸爸 燕宝 送送客人 于先生 这是怎么回事 大祖阁下 不好意思啊 这小夏 他脑子有点毛病 刚才可能是看到门口的士兵 所以他才这样的 请 请 请 老板 我问你 为什么不经过我的批准 就把日本人带到家里来 就把日本人带到家里来 阿爸 这不能怨我呀 宪兵司令部给我打电话 让我陪同 我不敢不陪 再说 我也是上了车之后 才知道他们来拜访您 我也没有时间来通知您 那你也用不着处处讨好日本人哪 你瞅你刚才的样子 我都觉得丢脸 那哪儿是讨好日本人呀 我是不敢得罪他们 要是把他们都给得罪了 我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大哥 严宝他说的也是实情 算了 你呀 也就别再追究呢 要不是他把日本人带进来 小夏能出这样的事情吗 这要怪我 还不是他自己犯病 行了严宝 你就别在这儿叫委屈了 你阿爸说得一点都没有错 咱们没有必要 在日本人面前低森下死的 那样特没志气 小夏经过怎么样了 哦 兰儿正在给他做检查呢 看情形没有太大的问题 大哥 我觉得今天这事不太对劲啊 这日本人 为什么会突然无缘无故的 到咱们唐家公馆来 而且还摆下那么大的阵仗 这 这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我只知道他们是来拜访您 别的没有说什么呀 阿爸 我先下去了 这日本人最近不是要搞一个什么中日联合商会吗 我琢磨这个景川 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只不过 我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 哦 原来他们藏着这个心思 这个景川看起来表面上很和善 实际上内心深沉 是个很难对付的角色 大宋阁下 我还是不明白 你为什么执意要亲自拜访唐公关 唐爷在商人之中为王甚高 我这次来 一是向他表达善意 二来想知道 这个唐爷对我们到底是什么态度 我能感觉到 这个唐爷城府很深 很难让人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我确定的是 他对我们好像并不热震 那倒不一定 这个唐爷已想与我们日本方面 刻意保持距离 但是 今天我们拜访唐公关的消息 马上就会 传遍整个上海滩的商界 对于观望的人来说 他们最想知道的是 我跟唐爷到底谈了些什么 可您只是 参观了他的红木家具场而已 唐唐日本先兵司令部的情报处长 跑到唐公关 只是因为对红木家具感兴趣 别人会相信吗 小夏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身体状况一切正常 但是精神方面 就不太确定了 阿爸 情况怎么样 姐说 她还需要再恢复一段时间 接二连三的处事 真是哭了这孩子了 阿爸 刚才把我吓坏了 小夏那架势 是要过去打死那两个日本人的 大嫂 在小夏面前不要说这些 免得再刺激到她 好了 让她一个人在这儿静一会儿 叫阿牛多照顾她一下 嗯 那走了 乔下车 爷 听说景川今天到唐公馆去了 可是待了不短的时间 哦 你去想办法打听出来 他们到底谈了什么 这个除非问 唐爷的家人或日本人 不然很难打听出什么来 嗯 爷 这唐爷口口声声让咱们 皆神自好 自己背地里跟日本人勾股搭搭 这唐爷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啊 爷 咱可别到时候什么好处没落下 都便宜了唐家那帮人 现在事情还没搞明白 别张张你那个大嘴出去乱说 我这不是给您分析分析吗 分析个屁 该干嘛干嘛去 是 大哥 水月刚才说的话您也听到了 小夏要继续留在咱们唐家的话 早晚会闹出祸端的 我看不见得 小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现在啊就是脑筋 有点问题 要照我看啊 不如给他一笔钱 让他离开唐家另某出路 我们不亏待他 也算报了他就要安清的恩情啊 话不能这么说 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 如果身边没人照顾 那才容易出问题呢 我答应照顾好他 绝对不能出尔反尔 你不是要回码头的仓库吗 是 天要不好了 要回就早点回吧 好 那我就回去了 大哥你也早点休息啊 好 好 那太好了 那太好了 来吧 好 小演唱 小菜 小菜 好 能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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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儿 这是佛堂 在菩萨面前怎么这么冒冒失事的 我没时间听您说教了阿爸 小夏他不见了 四下里都找过了 我家里四下都找了 别急呀 小夏说不定去找你哥了 走 咱看看去 好 哥 阿爸 小夏没去你那儿 没有 肠子里其他人我也问过了 都没有看到小夏 昨天晚上我也问了 那个首更的老菜头说 也没有进出公馆 院大门和后院小门 也没有看见小夏哥哥 你还说 还不都是因为你胎睡 这小夏病还没好 万一有个什么该怎么办啊 好了 现在耽误之急 赶紧把小夏找到 好 你去找一下刘叔 让他多派点人手去找 好 阿爸 我现在就去 阿爸 我去找坤哥 看看巡捕房那边有没有什么消息 好 这怎么死人啊 你看 真惨的 真是 就是 就是就是 张探长 又见面了 世道队长 这件事情发生在您管辖的 区域范围之内 我们巡捕房 今天是奉命协助您破案的 这帮康二分子真的很可恶 竟敢伤害我大日本帝国的士兵 可是愿一点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 都是义道之人 让一让 不准进去 坤哥 坤哥 不好意思 让他进来 是不是小夏 不是啊 你们这干什么呀 小夏昨天晚上不见了 我刚才去巡捕房找你 他们说你在这办案 不是 小夏不见了 什么意思 我们过去说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情 这小夏在上海无期无故的 他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我也希望 小夏可以很快就回来 可他脑子不好 我阿姐说他要再受到刺激的话 可能病情会加重 万一真是这样的话 他哪里还会记得回唐公管 我阿爸都急死了 你这样 回去跟唐伯伯说 这件事情 我一定尽力帮忙 刚才跟日本人同归于尽的那个人 是真英雄 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小心殃及自己 我才不怕呢 说话犯法呀 你不怕我怕 彩儿 如果你实在是不想出国的话 那我送你去重庆吧 那个地方相对于上海来说 要安全多了 你是可以帮我转移呀 那我阿爸怎么办 我家人怎么办 你能把他们都转移吗 你要不行的话 以后就别再跟我提这事 阿爸 您不要太过担忧了 也许一会儿 六叔就把小夏给找回来了 大嫂说得对 小夏孤身一人 在上海无依无靠的 等他清醒了 肯定会回到唐家来的 对呀 我就担心小夏的病情啊 万一加重 不禁回忆不起自己的过去 恐怕连唐家的门都不认得了 你说现在世道这么乱 他一个人在外边怎么生活 阿爸 柳叔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没有 小夏经常去的几个地方都找了 可就是没找到 阿爸 上海这么大 要找一个人哪是那么容易的 您再等等 彩儿不是还没回来吗 对阿爸 彩儿还没回来呢 阿爸 正说你呢 你这就回来了 张坤儿有没有小夏的消息 不过坤哥已经答应了 他会嘱咐寻补房的人 多留意一下小夏的行踪 他那个人呆头呆脑的 这是不要出什么事情才好 瞎说什么呢 小夏吉人自有天相 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嗯 这一次就拜托你们了 请您放心 我们一定负责好安保的工作 新疆的人肯真多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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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什么事啊 大座阁下 属下等 风鸣前来 看看这次的案发地点 就知道 行事是多么胆大妄为 案发现场 距离海军俱乐部 不足一千米 而且那边的巡逻队 夜间巡视非常密集 幸亏我们巡逻兵发现几时 要不然 遇难的不止是那名少尉 就连那名中尉 恐怕也很难幸灭 也就是说 对方准备动手时 我们的巡逻队 就在距离现场不远的地方 应该是这样 看来对方是个亡命之徒 专门针对我们而来 围剿这个神秘杀手的任务 就交给川岛军了 是 有设则 可以 已经是 不到 你干什么事 是 我们 专业 去 合计 有 有 有 在这儿 又有 有 走 跟上 站住 站住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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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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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来 别过来 撞开 撞开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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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总监险 别过来 这个人 就是上次在唐公馆 发疯的那个人 别杀人应该脑子有问题 大总监险 怎么处置他 别杀我 别过来 别过来 小小那边 还是没什么情况 没有 看来这孩子 和我们没缘分哪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我们出去 看来 和下请看 这个就是从这个人身上 走出的武器 这也算得上武器嘛 如果我们把它定为卡尔分子 我们岂不成为了上海滩的笑话 不如我们现在通知唐家人 让他们过来领人 对 可把他亲自送回唐家 这样才会让这件事情更加有意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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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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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小夏哥哥回来了 什么 是小夏哥哥回来了 人在哪儿呢 就在公馆大门口呢 好 走走快快 快去看看 快 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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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夏 这段时间你去哪儿了 好 坦老爷 我偶然遇到您的爱徒 就把人给您送回来了 多谢敬川先生 快 扶小夏回去休息 再给他弄点吃的 快点 好 走吧 走 进去吧 大佐阁下 屋里走吧 请 请 请 爱徒这次能够平安回来 多亏了敬川先生 但不知敬川先生是怎么找到他的 应该来说 是您的爱徒主动找到我的 怎么回事 昨天晚上 是你的徒弟自己跑到县兵司令部的门口去的 这段时间你到哪儿去了 把我们都给担心坏了 对不起 我脑子已失犯糊涂 走出去别了路 以后啊别乱走了 幸亏这次没事 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 我们可得愧疚一辈子 知道了 你怎么会和日本人一起回来啊 要不是之前到唐公馆拜访时 知道您的爱徒精神方面有点问题 昨晚 他可能就被当作抗日分子处理了 真是好玄哪 靖川先生 感谢您对小霞的救命之恩 在这里我替他谢谢您了 韩清先生 咱们也算是朋友 实在是不必如此可见 靖川先生 亲自到我府上 还有别的什么事情吗 妈妈 靖川先生怎么可能还 我虽然不懂什么政治 但是也知道靖川先生 位高权重 事务繁忙 亲自把小霞送到府上 一定有什么要事和我商量 唐也说的也是 这次我来 确实还有一件事情 想和你商量 请巧 我喜欢 安清先生制作的那两把红木鱼 我希望你 能够答应求舍给我 就 就这点小事 是啊 还请您不要推辞才好 我准备把那两把椅子 约回日本 我相信我的父母一定会喜欢他 看样子小夏 在外面吃了不少苦头啊 是啊 还不是关在自己到处乱跑 这两天 我们全家人哪个不为他操心呢 特别是阿爸 每天都在佛堂为他送经祈福 祈求他平安归来 他倒好 一回来就倒头大顺 跟个没剩人一样 好了好了 我们先出去吧 让小夏一个人休息一会儿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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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这个景川 倒是挺有礼节的 我感觉 他和其他日本人 不太一样 这么虚情假意的 更加可怕 他这么做 是让我欠他个人情 以后有什么要求 我做的时候 我也不好推脱 不管怎么样 小夏能平安回来最好 你说是吧 是 是 是的 看来你的情绪不高啊 本以为大佐阁下 会和唐家提出任何条件 可没想到 大佐阁下只为了两把红木椅子 那你认为 唐家现在 跟我们合作的条件 成熟了吗 大佐阁下的意思是 对付图怀志 要用力要 要跟唐爷这样的人打交道 要动之以情 今天我只要他知道 他欠了我一个人情 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再说 我这样做 勾心知道后 肯定会倍感压力 我相信 他很快就会主动过来找我的 大佐阁下这一箭双雕 果然高明 佩服 是的 对付中国人 不能一味地使用武力 也更加需要 有聚会 别装了啊 醒醒 我知道你没睡着 你快点告诉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离开唐家 因为我恢复记忆了 我看到了杀害我爹娘的凶手 我是去找他们报仇了 凶手 景川 不是 是那个把军刀架在我脖子上的日本人 他叫乔下车 原来是他 所以当时你才会有那样的反应 你还记得那天我在路上撞车吗 我当时是因为在路边看到了他 只是还没有想起来他是谁 觉得他的脸非常熟悉 所以报纸上说刺杀日本人是你做的 是的 当时我是想追踪桥下车 没想到跟丢了 那清兵队呢 也是你跟踪桥下车 没错 只是 没想到那里跟租界的情况不同 有宵禁的规定 当时日本人实在是太多了 而且我对那边的环境也不熟悉 不过我突然想到 景川曾经来拜访过唐雁 而且也见过我 所以我就冒险冲上了司令部 没想到还侥幸成功了 幸亏你没做 不然就危险了 对了 这次我可以侥幸逃脱 完全是借了唐爷的威望 你放心 我会跟你阿爸说清楚的 尽快离开唐家 杀日本人的事情 一旦被别人知道 一定会连累你们 你要是离开了唐家 你想过没有 你在上海要怎么立足呢 这个都还没有想过 以后再说吧 你之前也说了 是靠着我阿爸的威望 才逃过一劫的 唐家人的身份 给了你很多便利 你要报仇 岂不是你一个人 单枪匹马能够成功的 我也可以帮助你啊 当然如果我有需要 你也要帮助我 再说了 日本人不是你一个人 就能杀得完的 是千千万万有良知的 中国人的事情 我一直在做抗日的事 你放心 你的事情 我会替你保密的 我考虑一下 考虑什么呀 我一个女孩子都这么爽快 你一个男子 还怎么那么婆婆妈妈的 那是因为担心你的安全 担心我的安全 那你教我武功啊 我学会了武功 我就不怕了 永远想得那么容易吧 那 你现在想起以前的事了 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夏光琪 但是 又有年纪你 你那是十字幕 你去下次再会 你去见 这走 这个 对 你也想起来 你这样 我就想起来 你像我吧 我身闻 你我绝对 我看我 那是 怎么可能 就是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大左阁下 涂徽智已退为进 自己没有出面 派了一个手下跟我上谈 最后上谈的结果如何 同意合作 但是提了一些条件 说来听听 他希望我们保障 沿途买卖的合法性 希望您给租借的工布局 和巡捕房打招呼 不得干预他们的沿途买卖 还有 还有什么 今后经上公馆的人 不要再骚扰他们 看来这个涂徽智 考虑得倒是很周全 爹处长 你觉得 这个涂徽智 是真心和我们合作吗 涂徽智虽然阴险狡诈 但他是个明白人 也是一个聪明人 好吧 你明天回去回复涂徽智 就说 我会满足他提的条件 但是 他必须保证 沿途生意在租借尽快展开 是 大佐阁下 我们没有跟顾欣商议 直接跟涂徽智合作的话 他会不会有什么办法 不满 不满 如果他还在那里 瞻前顾后 这个商会会长 不一定就让他来当 大哥 大哥 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你能确定吗 这个月已经是第三次了 只要刘叔亲自带着兄弟出车 必然是去拉贵重的东西 嗯 贵重的东西 嗯 难不成景川还找了他们 你去告诉弟兄们 收拾收拾 嗯 今天晚上咱们把它给结了 嗯 我倒要看看这个唐老六 到底在鼓到什么宝贝 好 好 夜如此长 又何妨 好 大路迷茫 大路迷茫 是春时魂 压抑的欲望 一世的浓堂 一世的浓堂 浮生幻想 泪流到春边 雪的伪装 北边 如果不曾用心感受阳光 就不悔遗憾 黑暗的期望 由的孩子难免航空 命运在交响 命运在交响 铁波一个瞎子 几方闪亮 它不曾缠染 世间的肮脏 任年华老去 不许感伤 岁月在吟唱 你是阳光 倒影映出火光 斩断沉重此旅行的希望 夜空白独立香 那个生日 语气般的阴阳 寻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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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